奪台神器 现在呢大陆国产的 称之为欧洲野牛登陆艇 728型正式服役 而且在中国大陆量产了 它有一些分析的数字 比如说台湾海峡 平均宽度200公里 那这个奪台神器的 气垫登陆艇呢 它的航距300海里 大概是556公里 就是说完全可以来回 然后平均航速55节 它说一趟往返4个小时 再加上半小时装船 半小时投放部队 它说728型的登陆艇 完成一次兵力投放 5个小时 因此呢一艘登陆艇 24小时内一天之内 它可以跑4趟 它每一趟呢 可以在三辆的主战坦克 再一趟呢 10辆的轮式装甲车 或者是8辆步兵战车 或者是360名步兵 这个东西 很早就认识了 我们民国68年 在右舱当旅长的时候 我们八军团每个月 都要开一个军事的兵器推演 那个时候 就有欧洲的这个野牛式的 这个气垫船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把它列为 犯台的很重要的一个武器 可是那个时候 中国大陆并没有买多少 为什么我们在乎呢 因为台湾的海岸地形 东海岸因为悬崖绝壁 上来只有一条公路 你大军登陆上来 没有什么作为 西海岸 西海岸能够适合登陆的 就是屏东那一块 下淡水溪以南 那个时候美军就测过 那个水纹跟这个滩岸的坡度比 以前的老式登陆艇是要 这个小艇前面有个挡板 靠到岸的时候 挡板发现了你走上岸 或者是涉水 但是我们的西海岸 那个浅滩很长 你知道我们的西海岸 很多那个退潮的时候 退出去几百公尺 这个时候登陆艇就靠不上来了 那下来的步兵要在泥浆里面 沙浆里面走上几百公尺 上千公尺 你不是火把子吗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们调查过 从基隆一直到高雄 能够可以登陆的滩头都很小 都是一个营级的滩头 而且我们很多这个防波块 还有这个水泥桩 就是防止敌人登陆艇靠岸 但是为什么对气垫船 比较忌惮呢 因为气垫船 它不靠岸边的这个坡度比 它是浮在水面上 它是用很多鼓风机 把这个气往下吹 然后这个船外面有一层皮裙 这个裙子就兜到这个气呢 产生向下压的力量 所以这个气垫船 它的水面速度很快 它因为没有水的阻力嘛 这个船不接触到水嘛 那后面的两个大风扇 推着它就往前走得很快 那么它登陆的时候 它可以跨越雷区你知道吧 雷区对它没有效果嘛 它没有东西压在地位上嘛 对不对 很多小的地藏它都越过了 可是96飞弹危机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啊 它的登陆艇跟这个 野牛的这个气垫船数量不够 不足以威胁到本岛 所以我那时候国防部 我们在乎的就是外岛的防御 外岛的防御 那个时候很在乎的 什么东沙 澎湖 这种不像马祖 马祖气垫船上不去 那个大的登陆艇也上不去 但是金门跟这个澎湖 这个船就有作用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算准了 它的数量还不够 那现在仍然还是不够 你现在有075两栖登陆舰 那么728的这个野牛这个气垫船 数量如果要犯台的话 它还是数量还是不够 那么它是很严重的威胁 它可以带360多个人 一个步兵已经差不多就上来了 那你要一次上来 要上来十几条船才行 所以它现在 三四千人上岸 释放了消息 它已经开始可以量产了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个 它现在开始量产了 那加上075那个两栖登陆舰 再多盖几条 多做几条 可是我看它现在 头产的大概都是052 055大区 没有看到这个有增产的 所以做登陆作战的话 它还要有一段时间的 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呢这个智库啊 兰德公司的军事专家才说 台湾建议台湾在近海 造这个人工礁石吗 打乱解放军 两栖登陆作战的节奏 没有那么简单 我跟你讲 为什么古时候 所有军事作战 有一句谚语 当你城堡盖来 盖好的时候 就是准备要破灭的时候 因为你盖好了 我就知道你大概 强点在哪里 弱点在哪里 我怎么破 战术战术 战术就是人思考 怎么克服这些问题 所以你看历史上 很有名的马其诺防线 齐格飞防线 产生作用没有 没有产生作用 全世界最好的城堡 军事弹钉堡 照样被突厥人赶下来 所以城堡 万里长城拦过匈奴吗 也没拦过 连清朝都没拦过 所以这问题就是说 当你的东西 一旦盖好的时候 大家就要想办法 怎么来破除 所以有这个武器 它速度快 它不靠岸 它就是就在你岸面 你有防波块 没关系 就在那边下来 已经上岸了 兵就不要射水 射滩了 那重炮也就上来了 它还有推土机 可以推上来 对的确 所以问题就是说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你看民国68年 我们那个时候 就很注意这个东西 对 因为最近央视也曝光了 英纪12A的反舰导弹 的一些数据 说它的飞行速度很快 末端的突防速度 将近4马赫 最大胜程 可以达到500公里 对于美国海军的大型中央的水面舰艇 可以构成致命的威胁 尤其是飞弹进入超音速之后 神盾系统很难拦 还有一个突破呢 五角大厦也很头痛的 就是中国大陆 合成出炸药之王CL20 CP值之高啊 用最少的钱呢 做出最大的威力 号称这个威力呢 是倍于TNT 而且可以做到成本低 那美国呢 在这个高爆炸药 飞弹推进药东 有六种化工品 其实都是非常依赖中国的 没错 以前我们玩的都是TNT TNT的爆炸的威力 比不上这个 所以以前我们在看俄乌战争里面 就有个疑问 弹簧刀这么小一个无人机 怎么把人家坦克车干掉 你没想过没有 因为我们是老不入军 坦克车啊 那个钢板的 炮塔那个钢板几十公分厚啊 几十公分厚啊 你怎么打 可是这么轻松就被 乌克兰的弹簧刀 或者是飞弹 无人机打的飞弹 你干掉呢 因为坦克车都是 前面的装甲后 你看它那个炮塔 都是做个椭圆形的 光滑的 那炮弹打上去会弹跳的 前面有护的那个钢板装甲 你知道坦克车最弱的是什么东西吗 那个引进盖 它要透气出来嘛 对不对 那个地方弱 第二个那个车掌的那个盖 因为那个车掌的盖太厚的话 它抬不开 所以现在这个作战的方式改了 以前都是靠反装甲飞弹的 面对面的去打它 坦克炮打坦克炮 所以双方大家就把装甲越装越厚 好了 现在方法改了 我重新挠天灵盖下来 从锤子下来 这个东西刚刚 张将军也讲了 你从天上太空打一个东西下来 重力加湿度 加上你飞弹自己的加湿度 那个你知道卫星 随便一个小卫星 在地上砸个大坑 那从锤子下来的飞弹 它的贯穿力就很可怕了 它已经不需要炸药 就本身它的重力就动能 你知道航母 它的当年是为了怕鱼雷打它 它的船旁边的甲板很厚 再加上有水密舱 就你打这一个洞 它旁边的舱关住 你顶多水只灌到这个舱里面 别的舱没事 所以它防范的都在这里 飞行甲板不能太厚 太厚这个船的重心比重又不对了 一摇它不就沉下去了 所以针对这个特性 它从垂直的飞弹攻击 就让航母很难 力度最大 它可以把你港板打穿 飞机舱打穿 油料舱打穿 一直打到你船顶 所以你看现在的战争形态 再加上刚刚讲的 CL-20的这个炸药 可以让无人机 用很小的弹头 换取比它当年 带一个大弹头的爆炸力 它就节省了它的 飞行的航程跟它的准度 所以小小的无人机 就比以前大 我都怀疑将来 手榴弹的可能爆炸的比较大 因为你装药改了嘛 装药改了 它爆炸力就不一样嘛 所以你看现在的战争 俄乌战争曲线 我是看不懂 怎么这么好的坦克车 这么轻松就被干掉 后来发现所有的飞弹 都是从垂直往下打 所以就找到它的弱点